最後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的地方我想要呈現的結果是什麼 呈現的是類似像這樣 就是哪一條路切斷按鍵最多 然後想要畫一個圖 這個圖的話 應該是在上面這邊會呈現出來 這邊這一檔 路接到前十名的直條 如果我想要畫這個圖 那該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一樣 先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範圍又沒OK 檢查一下 沒問題到H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有多H了 按確定 然後把什麼呢 把那個路接到拖拉到列 拖拉到直 算一下 那怎麼排序呢 一樣嘛 優標放B4 反正我們只要找到最 數量最大的 所以小的 如果是那些什麼 做錯了啦 如果數量不多 你可以忽略不計了 例到A就OK了 那你會發現了 可是你說老師 他目前呢 會顯示出了這麼多 Ctrl向下 Ctrl向下 有520 應該剪掉多少 剪掉上面的 剪掉三個 剪掉三個 大概521 總共這麼多資料 那如果說你想要只留下前10個的話 那怎麼做呢 很簡單 一樣喔 如果你要留下前10個的話 還記得剛剛有一個篩選 有沒有 這邊列標籤的右邊這邊有一個箭頭 然後你就找到什麼呢 值得篩選 其中就有前10項了 就這個東西 有沒有 如果你只要留下 前面的排名 所以先排序嘛 優標先放在B4 然後立到A 再利用這個地方 把它改成值的篩選 選擇前10項 那你會發現 他留下來的就會只有前10名 那你說老師我如果前5名呢 改一下不就好了 OK這個數字可以改啦 不過預設是10啦 好 那你會發現 這個切斷按鍵最多的 就是這10條路 所以你將來如果要住的話 租房子或買房子 可能避開這個雷區吧 OK 那你會發現 離我們這邊比較近的 應該是螺絲幅路吧 螺絲幅路的那個切斷按鍵 好像也不算太少 OK 那最後的話畫圖 畫質條圖 所以最後的話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表分析這裡 然後再點樞紐分析圖 那就直接預設這個就可以了 按個確定 然後這個圖一樣 請你把它拖拉到第二的位置 然後大小大概10個欄位 我大概畫到M欄 然後15列大概到17列這裡 然後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這個名稱的話 我一樣改成就是叫做 路接到前10名 一樣把它點外框一下 常用裡面的話改成20號字 顏色大概這個吧 紅色吧 OK 然後把這個圖例給拿掉 點一下它 按delete 最後的話 並且把底下的工作號名稱 一樣改成叫 入接到前10名資料圖 好 Enter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今天的練習 OK 那你呈現出來結果應該 第一個這邊有data 第二個的話 有折線圖 OK 看得出來 歷年的資料呢 越來越少 OK 所以繼任的市長 8年之後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如果data 來比較一下 會呈現什麼樣的狀態 不過說真的啦 台北市這麼多住戶 一天不到一件的切到案件 說真的 治安 你說不好 真的也很難 OK 然後呢 比例上面哪一區佔比最大 看起來好像中山區 可是問題中山區 哪裡 歷年的其他資料 如果你想要再統計的話 我剛剛提過 你可以在這個數量上點兩下 他就把中山區所有資料呈現出來 你也可以在針對這個中山區 裡面呈現出來的資料 你可以再去做 下一階段的資料的這個統計分析啦 不過這個可能就延伸性了 那最後的話就是把什麼 陸接到前10名做出來 所以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把這個部分完成 然後 然後 當然後續我們會希望在延伸 把它變成VBA啦 不過VBA的部分的話難度又更高 主要目標是希望說把原來的資料 你什麼事都不用做 你就把它產生按鈕 可以類似像這邊有按鈕 按下它之後呢 自動幫我把剛剛所有的事情 通通都自動完成 但是難度滿高的啦 可是問題我覺得滿有成就感的 有沒有 你如果什麼事情做過一遍之後 你不想要再重複反覆做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它寫成對應的程式 按下去 哇 事情就解決了 OK 甚至圖也自動幫你大量化好 那這樣其實後續你就簡單了 如果你要做簡報 那當然你說老師 那後續簡報可不可以自動完成 當然也是可以啊 你自動在呼叫那個PowerPoint的VBA 然後把資料再丟到PowerPoint裡面去 讓它自動產生一個簡報存檔起來 不就OK了嗎 那只是說呢 這個後續啦 我覺得是可以再去延伸的 哇 事情就簡單多了 如果每個人效率這麼高的話 哇 那做報表啊 做圖表啊 哇 那簡直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OK 那因為下一個禮拜連假啦 所以請各位把今天的作業完成 並且思考一下 後面你對哪部分有資料有興趣 然後思考一下那個期中報告的題目 那期中報告當然主要喔 你可以從那個開放資料裡面 找找找看 另外要呈現的方式喔 至少就是要有函數 沒有 你要解決哪 增加哪些欄位 你要說一下 OK 然後呢 要把這個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加進來 那後面的話 當然我們再來 下一個禮拜再來看 有關VBA的部分 OK 那今天時間也差不多 今天先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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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